我面对我自己 因为当我们社会 台湾是一个很好的 当他觉得你严肃的时候 他就不太 不太针对你 我是严肃的 我对这个议题是严肃 那我严肃我 我从来不在我的影片里面 比如说我的电影 可以说 有人说是同志电影 我也不反对 我也不赞成 你懂吗 它是一部电影 电影里面有一心恋 有同志 可是有人比较辛苦一点 对 但是不可避免的 你几乎在很多的电影里面 你都选择了像 同志情感这样的表现方式 所以对你来说 这部分的情感的纠结 可能也是你内在 一个很大的挣扎吗 是的 因为我想 从小到大 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 很主流的价值观的社会里面 我们有很多困惑 所以我们的作品是在干嘛 我觉得是提供一种 像我的作品 他比较 他比较愿意扒开真相 我觉得电影如果有一块 我刚刚讲我要一辈子拍 李康生的原因 可不可能有一个可能是 有一个镜头 有一个电影是 不管老不老的问题 你知道 他就观察生命 李康生这样长期被我拍 最大的 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原来我可以使用我的创作媒介 我的工具来看生命的改变 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 把这个看到了这个 蔡明亮的电影 那不可或缺的 就像刚才你 我还没提呢 你一直提到李康生这个名字 你也说你要一辈子拍李康生 事实上你是在一个 非常偶然的机会里面 你突然发现了这张脸 对 我再找一个演员 那个演员是要演一个坏小孩 可是我这个人就很怪 就觉得说 坏小孩就长得很坏吗 因为他们都给我 很多坏小孩的样子来 我都觉得不满意 我说坏小孩应该 不一定是很坏 我想找一个 看起来不坏 可是他其实 他也会做坏事的小孩 对 来试试看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都知道说 彼此会在对方的艺术工作 或者生命里面扮演 这么不可或缺的角色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搞不好 这个合作一片完 就结束拜拜了 我中间还后悔 找他来演戏 为什么呢 拍了第三天 我说死了找错人 为什么 动作太慢了 讲话太慢 慢 三四拍这样子 我中间还有一场戏事 要他转头 我说李康生你转正常一点 对 像个活人一点 或者说 不然再好了 你转的时候 我眨个眼睛 表示你 表示你活着 结果呢 他回我一句 他有点被我搞烦了 他说 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 我是活着了 那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样 我觉得 有打到我 我很容易被打到 你是说他这样回答 你就打到你了 我被打到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真的要求不到 他做我要的东西 那为什么你在这个找到了 发掘了李康生之后 你就决定 事实上也不是决定 但事实上 事实是 你每一部电影都是以他 作为代言人 好 然后你刚才说 你要一辈子拍李康生 Why 你对他的期待 或者我可以说 迷恋这样的字吗 这个迷恋不一定是 一般事实所谓的迷恋 我知道 但是你对他是一种 obsession 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他 他可以帮你好像 表现出某一种 生命里面的内涵 是这样吗 我觉得全部的事情 包括我会到 楼福宫拍戏 我会跟楚福的演员合作 包括我会拍这种电影 一路这样看下 我有时候想一想的说 他都是命运的安排 因为他拍完挪扎 青少年挪扎之后 他有一场戏是要 假装挪扎上身 结果一个月后 他的脖子歪了 就歪了 就是 真的歪了 上身的时候 那个描书 用一个碗去丢它 那个玻璃就砸到 一个碎玻璃砸到 这边流血了 就这块地方歪了 歪了九个月 我就带他就医 这个就医的过程呢 变成了后来 河流那个电影的素材 后来他爸爸过世 我爸爸也过世 我就觉得 他爸爸过世前 打电话给我说 导演 我把小康交给你了 都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他爸爸对我也很好 因为愿意把房子 借给我拍戏 得罪了邻居 你知道吗 淹水吗 什么的 开始是这种感觉 可是到后来我慢慢觉得 我没有办法移开这张脸 我的camera不能离开他 不能离开小康的脸 那我就要问你导演 他在你的电影当中 是不可取代 不可或缺的 在你的真实生活里面呢 他也扮演一个 不可或缺的角色吗 有时候我觉得他像我的流 Tumor 一个流 对 为什么 割掉就好了 我怕痛 你宁可留着这个流 对 我觉得不能切割了 就变成生活上一起的 我们真的很像一家人 就我跟小康家人 你曾经说过就是说 其实小康是你一身情感的衣柜 有这样的话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种很昇华的说法 就是说 他也有女朋友 他也有什么什么 他也有他的生活 我们不太常讲话 我觉得我跟小康介入到我的生活 不是介入到我的电影 介入到生活那一块 非常有趣是 因为他非常沉默 他沉默到跟我爸爸是一样的 他像我爸 我是来不及了解我爸 你怎么不会在小康的身上 寻找爸爸的影子吧 倒也没有 就是说有一种 很奇怪的关系在里面 他抽烟的知识也很像我爸 我拍过一个短片叫 世梦 不久要在台北 一个展示叫 世梦就是您的母亲 有参加对不对 对对对 他就演我年轻的爸爸 穿我爸的衣服 我妈一看说 好像你爸 真的 完全像 抽烟的知识 所以你对小康又有另外一种的 这种依赖了 对 一种 那我觉得我在我们两个的 长期的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常在一起 参加电影节 一起拍戏 一起干嘛干嘛 然后呢 有好几次都是家里人过世 我不在他们的身边 我是接到电话 比如说有一次我 我外婆 我最爱的外婆过世 没有想到的 突然间就走 很老了 我们刚刚下飞机到洛杉矶 刚刚进到那个旅馆 电话就响 说外婆走了 你知道我 我怎么办 有个肩膀在那边 我就靠着她 哭了 靠在小康的肩膀上哭了 哭了很久 那小康有什么回忆吗 他就是静静 静静的让你在哭 对 我爸过时 他也在我身边 我看不到我爸过时 然后 苗天过时 六点钟我们在柏林 我接到他的二号 然后 我也去敲他的门 也是只能看他什么 谁能哭 其实我听得出来 其实蔡导 你是一个 有很丰富感情的人 可是你的内在的 三号某一个地方 又好像真的蛮孤单的 你会觉得吗 我还蛮enjoy的 你enjoy那个孤单 对 那相对的 你会不会觉得 这些情感的投射 对小康 会不会是一个压力 或者是一个包袱 你没有谈过这个吗 maybe有时候会有啦 总是会有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慢慢就 我们其实是 不太可以 对小康 因为和老师 人的 equal 你不是 我什么时候会 你们可以 都可以 这些资格 来 你 真的是 这些什么都能 没有 我 那 我 是 我 是 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